这小姑娘漂亮吗 不漂亮 老磕衬了 对 就是因为老磕衬了 我觉得你要是好看点 你想那么多还行 那长得老磕衬了 那身上有个好看的 咋办呀 好看的 如果太好看 我还估计我还真不敢招了 他还老说我 他也有事 什么事啊 啥事你说吧 他前些日子就前些日子 他就也是玩微信 加一个附近人 我加一个男的 聊得可欢了 三天两头 三天两头的 你说我聊啥了 你说吧 你是不是有一次跟一说 你吃饭了吗 对呀 我说了把的 干嘛呢 忙吗 而且那天 因为我知道这段时间就不对劲 晚上上车所 他到点他就去 到点他就去 好像定点了 我上车所怎么的了 这上车所怎么了 他时间去的 他跟正常人他不一样 正常人你上车所就多少时间 他最少半个多小时 最长的时候一个多小时 我是不知道 对主持人变臂 人家变臂不可以 对主持人 他一说实话不来信 你说他也不能不管过务 但除了就打我一嘴巴 你给我这点都打懂了 当时不就是我看 那天不老上车所 能不能听我解释解释 你还听我解释 他当时就是上车所上时间长 完了之后我就偷看他聊天记录了 明显的就是有伤过的痕迹 因为对不上 上面什么也没有 第一话他说的 说的你也挺好 他关心你 人家都不愿意勒劲他 我跟你说 你打我就是不对劲 这个确实是 这个是我当时 我承受当时 我确实有点冲动了 但后来我打 他五六号中的 给他妈叫下来 他妈给我扇 四五个大嘴巴 老疼了 你不也还回来了吗 什么叫做还呢 你打的是我的心 我心在痛 值不值得吧 再说了 你说咱俩过这 都过几年了 你给我买过一件 这样的东西吗 你说给你钱一有的时候 你给他买一个 四千多元项链 要你要回来 你就不要 他当时跟我生气时候说 我跟他 我不有感情吗 我跟你 我没感情吗 我跟你结婚 就看你有能力了 要不能跟你结婚呢 你说的话 是我多伤我心 老伤心了 当时也就是跟他 闹点矛盾 正生气呢 他就老提 那个前女友的事 然后我就 我就这么随口 我就这么说 气话啊 气话 随口一说 上海 是不是都上了家店来了 这事 我也非常意外 你怎么怎么意外呢 谁心 他能来呀 再一个 他来我也不能碾他 对吧 找个他 这个老板娘 是的 我跟我打杂志 往这一站 被傻了 是的 他跟你顾客聊得 和好了 他来店里干嘛来了 他以前 不也是 在这店就待过吗 主持人 我告诉你 他来咋来了 我不看他俩 能够聊微信了 那女的跟他说 跟他分开 是一种错误 他想着了 想回来 你说他咋说的吗 他说的 你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 你要想回来 永远是 这个店的老板娘 老板娘啊 这到底谁是老板娘 对啊 我是啥呀 当时吧 那个 他有点事 他挺伤心的 完了 我就帮他排解一下 然后呢 就你朋友走了吗 走了 我也不能跟他 置身上 走啥呀 不就因为这事 今天我才来的吗 如果他要这样 下去的话 再不节省钱 再懂了 爱花钱 爱玩的话 我真的跟他 没法再过下去了 好吧 这个小夫妻俩啊 结婚也没有 太长的时间 很年轻 有一个宝宝 钱也是问题 感情也是问题 该怎么办呢 请我们老师 用他们的智慧 来帮帮你们吧 来一起进入 球比特本圈 东北的朋友 到这来上节目 每次都能够 赢到满场大笑 但是这种喜剧化的 效果背后 其实掩盖了 很多生活的本来 其实他们俩 其实挺不容易的 虽然他们说说笑笑 你看这两个年轻人 其实年纪都不大 支撑着一个店 两个人生了个孩子 没靠父母 家里没有给一分钱 不管是开店 还是孩子 甚至连嫁妆 都拿没了 但他们俩 依然支撑着这个店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其实他们挺踏实 只是刚才喜剧化的效果 让我们看到了 更多不靠谱的事情 仅此而已 你们俩之所以还能够 相处到现在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重要的原因是 你们俩都不聪明 不聪明有的时候是好事 你看有些事开开玩笑 日子也就过去了 而不是那么较真的 揪住对方一点不放 然后把对方打得半死 彼此之间 都受伤 细想一下 其实你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是其他的情侣 根本迈不过去的 你比如说 有哪个新娘 愿意嫁妆被公共拿走 还债 而且是在结婚的当天 打上门来 有哪个新娘子会这样 也就这样傻乎乎的了吧 我们可以把这种傻乎乎 理解是不聪明 更多的理解 真是善良 包容 他承受 对吧 那你说这个男生 说朋友们总是利用他 用他的钱 但其实从某种条件 下来说不也是傻的一种体现吗 你别看他嘴挺自溜自溜的 其实人不坏 人挺老实 挺本分 在更多的像这样的年轻人 生活还要靠家里 买房要靠家里 结婚要靠家里 买车要靠家里 养孩子要靠家里的时候 他们没有靠家里 所以其实你们俩挺不容易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你们俩 更多的去想想 这一路走来你们俩的不容易 比如说 孩子刚生下来的喜悦 店面每一次装修 两个人去买家具装修的种种细节 你会觉得 这些所有的一切都值得回忆 和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个事 什么那个男的 这个女的比起来 它更为重要 我希望所有的夫妻 都做不太聪明的夫妻 不要那么牙子必抱 不要那么津津较真 既然是夫妻在一块 傻一点 挺好 有的时候傻 是一种和谐 你们走到今天 非常不容易 继续走下去 一点小小的提示啊 在黄金六十秒之前 毕竟孩子快要三岁了 要上幼儿园 要接受教育 真的得 攒赞钱 少买几件衣服 少点化妆品 你呀也别大手大脚的 总请朋友了 咱把自己的交集圈 缩一缩 多关注小家庭 攒点钱给孩子 也是给你们的未来 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进入 黄金六十秒 其实刚才听老师们 说这么多 我也觉得 以前自己挺傻的 我以前确实 做了那些 很对不起你的事 要你挺伤心的 以后 要你伤心的事 我不会再去做了 我也不会学得那么 大手大脚 我只希望今天 就你不看我 还看孩子呢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 每次都是看孩子 我够了 每次一次又结日一次 想让我好好想想 做完了 请亮灯 亮灯其实也希望你们看清楚对方 我们都在落泪 我们都在落泪 是因为不舍得 回去想想吧 来 请回 请关门 年轻的夫妻 经营起婚姻 确实不容易 何况还有一个 这么小的孩子 没有家长的帮忙 但是这对夫妻呢 他们所面临的可能 更多的问题 需要两个人 多交流 共同去面对婚姻中的问题 好 接下来看看这对年轻夫妻的 最终选择 请开门 药宝师 伊贝师 伊贝师台润保湿水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药宝师伊贝师 伊贝师台润保湿水提醒您 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请开门 好 你看 他们俩越看越像生活 像日子 他们又哭又笑 生活不就是这样 说点什么吧 我就是感觉 以前做的不够好 也挑他的毛病太多了 我以后我会赶 以后我也会当一个趁热的妈妈 好好地做她过日子 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有请 谢谢 谢谢两个宝宝 来吧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 这对年轻夫妻的浪漫 来一起见证 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和孩子的 不配再让你生气的 咱们放爆金 再来个带响子 挺好的一对啊 药宝是一味诗 这一味诗呢 专门为爱情保卫战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 送给你们 好好保养自己 也保护好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一直浪漫下去 照顾好宝宝 来 加油了 回去吧 平复之间有差距的情侣 如果可以走在一起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富的忘记了自己的富 穷的不在意自己的穷 你之所以在这儿会有一点优越感 是因为你任何一句前台词都在说 你看 我家庭如此富有 但我不在意他是否贫穷 问题是你不在意他贫穷 但你在意自己的富有啊 除非你连自己的富有你也不在意 比如说你愿意跟他是一样的消费层次 说父母担忧自己那只是个借口 什么年代 谁年轻工作不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去北京去深圳 谁不去 你只是害怕离开父母的强保 如果你真的要靠自己 就像他所说的 我们俩共同用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未来 你早就开始不那么注重自己的衣食享受 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给他带来压力 而跟他一样穿腐素的衣服 那才叫真爱 你爱吗 你不爱 至于男生 我只想跟你说三句话 第一 你长点心吧 第二 你摸清点眼睛 第三 骨头硬一点 好不好 老师们分析的很直接 去揭示 有可能的真相 但是恋爱 是你们自己的事 是否还有值得留恋的地方 你们来说一说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真的也改变了很多 我花钱也没有那么大手大脚了 我知道虽然有些时候 我脾气特别臭 但是我真的特别舍不得 我们两个的这份感情 我也是 我希望你能够 为 为了我留下来 让我想下来 时间到 请亮灯 黄金六十秒 小伙子哭了 回去再想一下吧 两位请回 请关门 关注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剧力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接持之前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呢 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 本期节目的内容 两位是选择 留下 还是离开呢 请开门 药宝师 伊卫师 伊卫师台湾宝室水 提醒您 请在节目 药宝师 伊卫师 伊卫师台湾宝室水 提醒您 请在节目 马上回来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愿意跟你回成都 我觉得我 能够得到你父母 还有你朋友的认可 然后等我 等咱们过得好了 把我父母也接过来 好不好 这句话 还有点难忍的力气啊 来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吧 还抱着呢 好了 好了 家宝师 这是伊卫师为爱情保卫站专门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送给你 其实生活的乐趣和美好并不在于化妆品和包包 而在于我们自己内心真正的美 好吧 再见 再见 好吧 接下来我们进入伊卫师爱情保卫记 爱宝官媒网友提问说 我和老公新买了一套房 借了一些钱的还贷款 婆婆总是打电话给我们说 她压力太大了 听着就替她儿子累得慌 可是我们并没有用婆婆的一分钱 婆婆总是电话里给我们传递负能量 谢谢